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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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唉 成年多沒有回鄉下 真的很想念我的家鄉日本 不過最近中西區好像多了一個日式庭園 讓我感受一下有幾日式 這條飛石小徑真是挺有日本的感覺 感覺好像去了京都的圓林 真的很漂亮 和式庭園怎麼少石燈籠呢? 還有良緣地狀 為了配合日式庭園的風格 這裡的植物一樣很有日本風格 一到秋天大家都喜歡去上風格 但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何風葉會在秋天變紅色呢? 答案就是花青素 原來當氣溫一下降 樹葉輸送養分的能力會減低 葉的葡萄糖停留之後就會變成花青素 再加上風葉本身的酸性 兩者結合就令葉變紅 如果大家看完充滿日本風情的愛花之旅 都仍是這麼掛念日本 可以用手機參加網上發展 看另外幾個又和式風格的花圃 再下載精美發展的WhatsApp主題 貼圖榴槤 真是連日本都不用去